作为世界一流强队,中国女排在世界赛场比肩,曾经辉煌,一时的古把,已经九次摘跪,是迄今为绝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两个球队之一。 中国女排是世界一流强队女排在世界排盘的实力,在总体水平较低的亚洲,应该是大傻四方,没有对手。 但令人遗憾的是,虽然世界赛场上中国女排是差风云,但在亚洲仍有马师贤奇,引勾翻船的情况。 具体的亚运会连说,夺冠历程两次都被韩国中断,成为中国球民心中之童。 中国女排两次夺冠历程,都被韩国中断女排比赛,从1962年雅加达亚运会,开始成为正式项目。 中国女排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崛起,并在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上,击败亚洲化驻日本,首次登顶亚运。 随后1986年汉城,1990年北京中国队两次卫免,实现三连贯,1994年广岛亚运会。 中国队四连贯之旅,被张荣喜领军的韩国中断,实现主帅立小峰带队的中国女排,决赛与韩国前四局战成2到2平。 决赏区韩国14到13率先拿到赛点,中国队晚就赛点追成14平,随后双方拟拦博网,比分交替上升。 比赛进入白热化,19平后,李彦平拉开进攻出界,韩国队20比19在拿赛点,崔永梅二号位一攻不下球,韩国队防反的手,21比19拿下决胜局,获胜后的韩国队员喜极而起。 这也是他们首夺亚运金牌,韩国女排两次从中国,对手中夺走冠军四年后的曼谷亚运会。 中国女排强势登顶,此后又连续三次赛免,但到了上街人穿亚运会。 中国女排主力队员,因为争战意大利式锦赛,只能派出老帅徐建德带领的女排二队参加。 结果,女排二队决赛中,0-3败败给金阮景禀鞋的韩国,与亚运五连贯失之交臂。 现役的女排队员丁霞、张长宁、杰妮、刘燕涵、姚迪都经历了那场失败。 会看亚运女排时,中国队两次被韩国中断歪面历程,堪称苦涩记忆,而今即将到来的雅加达亚运会,中国女排已经派出朱婷领军的主力阵容。 目标毫无疑问建许冠军,按照整体实力,女排还是有很大把握复仇韩国的。 让我们敬得女排的好消息吧。